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奔腾T55 一款8到10万元的家用紧凑性SUV 跟随我们的镜头 来深度解析一下这款车 哎呀真的是好久没有试奔腾的车了 上一次试应该还是七八年前 那这款车呢是一个紧凑性的SUV 车长呢4米4多一点 轴距2米6多一点点 大概是2650毫米吧 所以它的车长的这个整个感觉啊 可能要比CRV像这个H6像375要小一些 但是轴距还不错啊 保证了车内不错的一个空间表现 而且这款车呢它整个在外观上 在内饰上有着自己的一些表达 比如说你像它这个车头车尾的设计啊 有着很年轻很运动的感觉 尤其是这个车头的大灯 哎和车尾的尾灯 特别像咱们中国古代的一个古兵器 隔 哎很有自己的这种个性化元素 而且你开在大街上 有着很高的这个识别度和回头率 再配合上这个多别型的一个中网 整个车型其实设计的还是比较年轻化的 在配合上这个特别像马自达浑洞红的一个红色 也比较符合咱们中国人对于这种红色的喜庆啊 这种幸福的一个追求 车头其实有一个细节可以提升啊 就是这个镀铬饰调 如果后续升级后的改款能够把它变成那种轻环灯带的话 加上左右日间行车灯 连这个整体会不会更年轻更富科技感呢 本腾T55的车高啊并不高 只有1米6多一点点 所以你看我的身高就可以非常轻松的构到车顶 那如果说后续你想用这个车领行李架进行一个扩展的话 取送行李啊还是比较方便的 另外就是它的这个侧面线条啊 是非常的四平八稳的 对于喜欢稳重的朋友来说 这个设计啊还是挺有意思的 另外呢就是它的轮毂低背车型啊 入门就是18英寸 高背车型呢是19英寸 那我们再往后看 来看一下它尾部的设计 其实尾灯刚才我说了 是跟车头灯是来呼应的 一脉相承的 那排气呢用的是试排气的一个装饰 当然这都是假的啊 真正的排气是紧藏在下面的 呃 保远钢下方呢有这种非常运动化的这种装饰片 和扩展器的一个效果 那整个车给我的一个感觉啊 就是比较年轻比较运动 符合大家对于现在的一些 呃家用SUV的审美追求 打开后备箱 带大家看一下奔腾T55的载务表现吧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好在这个地台啊比较低 那大家取冲行李的时候呢 哎比较蹭手 内部构造呢也是比较的平直的 放一些行李啊 哎比较方便 那家庭三到四个人长途出远门 这个后备箱啊也够用 OK呢坐进车内啊 我们来看一下奔腾T55的座舱和配置表现 一坐进来啊 你会发现它其实整个这个座舱设计的 还是很有亮点的 首先我说我一个感受 就是它这个座舱的环抱式表现 咱们之前都把这个环抱式表现说烂了 但是你看它这个环抱式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首先来说前面这个中控台往前的这个地方呢 做的还是比较小的 并会让你感觉非常的远 那另外呢就是你看 从中控台到两个车门的过渡呢 曲线非常的圆润 而且整个车门给到了你一个往外走的感觉 诶 无形中呢也是扩展了车内的一个程度的空间 那再说一下我们视线往前的 那双连屏 液晶仪表和中控的大屏连在了一起 比较有科技感 方向盘呢也是一个三幅式的平底运动方向盘 比较称熟 而且我们这单呢是高配车型 采用的是真皮的包裹 没问题的啊 那座椅呢也是皮革带打孔 并且啊是黑红两个颜色的装色 而且在这个座椅的两侧呢 都有这种网格的这个点缀吧 所以也是比较符合它运动前SUV的这个气质 在细节上呢 比如说它的这种电子挡棒啊 手机无线充电啊 这种百叶窗的背座 是吧 其实头顶上方呢也有亮点可开启的 这种全景大天窗 车内的这个自动防卷幕后视镜也都有 车联网这边呢 像在线地图 在线音乐也都有 并且这个车机呢 是支持OTA升级的 所以基本上这辆车可以提供大家日常家用的一些主流的配置 也都有 我说一个特别有一次的点啊 就是它的这个手机无线充电啊 是带提示灯的 一旦说你手机开始充电 它这个绿灯呢 就会不停的散烁那有的车型我们把手机放在里之后 其实无线充电有没有充上我们并不知道 那这个灯有个提示啊 还是挺有意思的 来到后排啊 看一下啊 这辆车的程度空间和舒适性表现 我的身高1米77啊 腿部空间还有着将近一拳半 所以正常程度啊 问题不大 那中江地台的凸起呢 微乎其微啊 可以看到是纯平都挺好的啊 就是这个座椅啊 就是屁股坐的和靠背靠的都有点偏硬 这个填充物啊 不是特别的柔软 所以我觉得大家日常在城里 短时间的乘坐还OK 如果说是坐长途的话 这个靠背和坐垫啊 偏硬会影响舒适性 而且你看它头枕的这个角度啊 也不是特别的好 这个留待改进一次 那大家看完了静态 我们来感受一下这辆T55开起来怎么样 那它的动力呢 是一台1.5T的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可以爆发169匹的马力 风筝扭矩呢 是258牛米 匹配的是7速的10式双离合变动箱 在中文品牌里面啊 算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动力配置 1.5T高功率啊 将近170匹马力 所以整体开起来 这个车呢 还是我觉得动力十足的 你像我们现在在正常的驾驶摩托车 你看青彩油门 过了2000段 还是有一个小小的推配感的 但是发动机的声音啊 会稍稍的大了一些 那正常来说 这辆车呢 很符合家庭代步 一到两个人 这个正常的算下班 开起来非常的轻快 再加上这辆车啊 它本身并不高 而且你像它的发动机盖呢 也是有一个非常平滑的一个过渡 那坐在这里 所以视线非常的好 并不像开一个非常笨重 或者说一个视线不佳的SUV 开这辆车啊 有那种crossover 或者说一些运动型轿车的感觉 还是挺有意思的 这也是很多朋友选择 奔腾T5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 底盘方面呢 那这辆车是前卖不去后扭力量的一个组合 虽然说不像很多车用了一个多连杆 但是日常跑城市铺装道路啊 99%的朋友还是察觉不到两者的区别 除非你天天去跑山路 跑一些非铺装 那正常来说啊 这个我觉得问题不大啊 再来跟大家聊一下它的驾驶感受 底盘调节啊 还是比较偏硬朗和运动的 那如果说你喜欢开车 那这台车其实还是可以给你提供一定驾驶乐趣的 没有听错啊 一个8万到10万元的J1 SUV开起来居然有驾驶乐趣 首先它的转向还是比较清晰的 区位比较小 那基本上可以做到指哪打哪啊 另外就是整个底盘的支撑性啊 比如说你看现在拐弯 或者说在做一些并线的时候 整个车辆的底盘是非常硬朗 而且整个侧倾控制是非常小的 那对于一款家用ICU来说 那有着如此优秀的表现 其实是让我有一点出乎意料的 但是呢 有得必有失啊 那比较硬朗的悬挂 比较硬朗的底盘呢 带来的就是它在一些细碎的过滤上 可能不是特别的彻底 比如说也接缝啊 或者一些小的起伏 可能坐在车里就会感觉比较的颠啊 这个东西大家自己去衡量啊 如果说你喜欢驾驶 喜欢追求这种驾驶乐趣 这台车其实还是可以给你提供一个不错的表现的 那再来说一下它的这个智能驾驶方面 这台车呢 其实也是有着ACC 知性巡航的 那如果说你经常跑高速或者跑一些封闭道路 那这台车啊 还是可以极大的提升大家的行驶安全性 减小一个驾驶疲劳的 说完了驾驶啊 其实这辆车的油耗也挺不错啊 那根据网友的反馈呢 百公里在7到9升之间 那如果说你跑高速的话 大概可能会在百公里6到7升左右 那整体这个燃油经济性啊 还是比较理想的 总结来看呢 其实奔腾T55啊 它的亮点还是比较出色的 比如说你看 它整个设计有着自己的表达和语言 那动力呢 比较运动啊 那整个加速推背感觉是有的 而且开起来整个底盘的表现啊 还是比较偏运动的 原本就是它的这个价格 8到10万元 那可能目前终端呢 还有着1万多的一个优惠 所以总体来说这个表现啊 很有性价比 大家如果说手里预算有限 想买一个家用SUV 这个车其实还是有点意思的